记者姚月红台北报道,台北市一名78岁老妇人,前天深夜跑到木星路三段一栋公寓二楼猛暗门铃,屋主开门却称不认识老妇,但老妇坚持这是她的家。 警方据报道场,发现老妇已有轻微实质,记不得自家住址,热心远景费了一番功夫,查出老妇原来住在隔壁巷子,赶紧通知她家人,帮老妇找到回家的路。 文山一分局木星派出所接获报案,警员徐景费留心已到场后,老妇人表示外出后返家,但按门铃家人一直不开门,由于该住户表明不认识老妇人,梁景岁已警政系统查证,发现78岁高兴老妇是住在隔壁巷子,妇人走错地方,按错门铃了。 警员委婉告知老妇后,立即联系她家属,家属得知非常感谢警方,表示母亲前天下午出门后一直未返家,家人心急如焚,冤想到派出所报案协讯。 没想到警方就已早到母亲,当时气温只有6度又下着雨,许刘二元特陪同老妇回家,家属不仅感谢警方的帮忙,也被警方在湿冷的寒流中人坚守港位守护民众感到佩服。